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席 相见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万安 龙主学会宫中礼数了 这不是礼数 是对皇后娘娘的敬意 你倒是难得出来 就算要被困在这里一辈子 也得看看关着自己的笼子 是什么样子 看来 你已经适应了宫中的日子了 适应荣平这个身份吗 听闻 按照皇上如今的宠爱 我迟早会登临妃位或者贵妃位是吗 我不瞒你说 我穿着这身衣裳 行着这些礼仪 我心里想的 只有我愿意想的人 相见啊 这些话你可只能对本宫说 臣妾知道 因为在这个地方 只有你真心劝我活下来 顾着我身后的族人 算来 你也是为了皇上才这么做的 可是到头来这宫里的唯一的一点真心 竟也是你给我的 这份情谊 还相见记在心里 来日定汇报她 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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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娘看看 变胖了 额娘娘的儿子很好 你在额娘娘那儿 额娘就是安心的 皇后娘娘 十二阿哥 刚去向太后请安 太后听闻十二阿哥 在木兰围场饱受惊吓 很是挂念 皇后娘娘 臣妾先行告退 徐九没有听到林大人的消息了 自从木兰秋贤 林大人救护有功 皇上便格外其重 总留在遇见 儿子也有几日不见林侍卫了 皇阿玛说 这几日不必他在照顾儿子往来 其实儿子觉得林设备性子好 又能救儿子 实在是很好的 十二个可别这么说 林大人是侍奉皇上的 若无皇上官妾 林大人怎能救您呢 到底还是皇上恩责庇佑 您与皇后娘娘 才能安然无恙啊 永基 额娘给你缝了件衣裳 你和容佩回义昆宫试试 好 容嬷嬷 我们走 林大人如何 林大人救助有功是好事 但太过鲜艳 只怕 皇上心里也未必乐意 有机会见着林大人 请她沉住气 道光养灰 皇后娘娘亲于良言 奴才替林大人记下了 你说 宫里最近的传闻是真的吗 我觉得像是真的 那可是刺客 一不小心会要人命呢 我听说啊 皇后娘娘当年在冷宫的时候 守门的侍卫就是林大人 对 这么多年来 要不是皇后娘娘提吧 林大人能爬得这么快 这不 现在都到育前了 选得育前才好呀 方便吧 赵大人 赵大人 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 都不知道当差了是吧 顶着个脑袋以为是榆木疙瘩 砍了都不知道疼是吧 弄才再也不敢了 弄才再也不敢了 继续胡说呀 扯着舌头胡说呀 叫你们嚼舌头 小心安盆子 这宫里都船开了 又不是我一人说的 不是 别说了 宫中真有这样的传言 是啊 流言纷纷 甚嚣尘尚 虽然都说谣言止于智者 但宫中又有多少智者 多的是别有用心之人罢了 流言商人比刀子还利 但如若皇上不信 流言就如风一般 吹过就散了 若皇上信了 就不只是流言了 就不只是流言了 姐姐 我有一个法子可以引开祸水 一个流言 可以被另外一个流言分散 熄灭 姐姐可别忘了灵灵彻和令妃 你 如若这样的话 咱们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又有什么分别 罢了吧 是 竹儿 你想什么呢 怎么愁眉不展的 姐姐身陷流言当中 你看方才 我劝她有所防备 她也不为所动 姐姐可以不在乎 我却不能看她身陷流言 叶欣 去替我办件事 是 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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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 快日吃来 不放 你若不放 救命细命 煞事休矣 逆游慎导书 赶吃吃荒煙 皇帝和皇后怎么都不作声啊 这戏怎么样啊 皇帝 皇娘 这戏好 这戏好在哪里啊 都好 你们俩都没什么心思看吧 这一出白蛇传 讲的是许仙 被法海和尚蒙蔽 框进了金山寺 这下子白娘娘着急呀 这一怒之下赶到了金山寺 哀求伐海 放了自己的夫君 皇后 你可看明白了这出戏 看明白了 哀家瞧你不太明白 这男人啊 这男人啊都容易糊涂 许仙没什么主意 可有了主意呢 比谁都铁石心肠呢 白娘娘 白娘娘即便是蛇仙 也不得不放下身段 去求自己的夫君 求她回心转意 为的就是夫妻团聚 这白娘子倒是肯为了夫君的 一乡情深 委屈求全啊 黄和娘说得对 白娘子为了许仙 开药房 盗仙草 生儿育女 幸亏许仙知道夫妻之情 幡然醒悟 若许仙也是一个执迷不悟之辈 那白娘子痴心错腹 也是枉然 方才你们俩都像闷葫芦似的 线下说起来 倒是一套一套的了 这段日子皇帝都没进义昆宫吧 两个人更没什么话说了吧 让黄和娘操心了 让黄和娘操心了 养儿一百岁 长幽九十九啊 哀家实在是看不过眼 永基这么小一个孩子 为了你们俩 愁眉不展的 这下一出什么戏啊 太后 是皇上和皇后娘娘 都喜欢的那出墙头马上 这是出好戏啊 哀家记得皇帝和皇后 都喜欢这出戏 皇娘 蒙古王宫进京 儿子回去安排觐见之事 便这么急 人家不及 天立无法 也罢 正务要紧 别阴陪哀家这个老婆子看戏耽搁了 去吧 是 皇后 不及不二致 不可 吓他 命令是一 生不二致 生物不气 离撒 皇后娘 儿臣在安华殿 供了香油祈福 也不好耽误时辰 罢了 你也去吧 儿臣告对 太后 您真是白准备了这出戏了 这俩糊涂人 身在其中却不知道 太后已经足够费心了 能不费心吗 哀家老了心软 看不得永迹那可怜样 再说 帝后不邪 宫中难免有人借机兴风作浪 你以为哀家的耳朵 没听到这些流言吗 流言蜚语 在宫中几日可少的 只要皇上心智坚定 便不能为流言所获 太后 那那出墙头马上 抢日再听吧 哪得永远不行 太后